半夜女孩正在熟睡 身上的被子忽然被拉了下来 她本来以为是弟弟在恶作剧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卧室门开着 但床尾没有人 原来是父亲偷偷摸了进来 她没有说话 只是从头到脚扫射了下女儿 眼神看起来非常可怕 女孩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 吓得开始流泪 好在父亲并没有接着做什么 只是默默地走了出去 惊恐的女孩半天都没有缓过来 地狱般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他们一家人刚搬到这里 父亲老江那时候看着还很正常 慈爱的叮嘱儿子小兵不要乱跑 大女儿小语比较懂事 帮父母一起收拾东西 她也教育弟弟不要添乱 唯有二女儿小雪一直在和朋友通话 对家务毫不关心 对慈姐姐也都习惯了 一箱带着十字架的东西 引起了小语的注意 那是叔叔阿浩留下来的东西 她抱着箱子本来想放到楼上 但母亲阿莲看到后阻止了她 阿莲恨死了这个小叔子 这些东西她恨不得当垃圾扔掉 没办法 小语只好放到了地下室 夜里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熟睡的小雪被弄醒 父亲做了一些奇怪的举动 早上小雪坐在餐桌前 阴沉着脸显然还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小语过来问母亲早安 但阿莲只是默默地切着菜 并没有回应女儿 小语感觉有点奇怪 就问妹妹 小语纳闷地嘟囔起来 大早上的这都是怎么了 老江也来到了餐桌上 像往常一样 开心地和家人打招呼 现在小雪感觉 父亲是道貌岸然的禽兽 想起昨晚父亲的样子 她只觉得一阵阵恶心 没有吃饭站起来就离开了餐桌 老江的表情看起来也很困惑 姐姐以为小雪只是心情不好 让父亲不用担心 他们几个正常地吃完了饭 又到了晚上 小语正在洗澡的时候 忽然听到 有人开门走进了浴室 她问了句是谁 但外面没有人回应 玻璃上也都是水汽看不见外面 原来是小雪走了进来 小语吓了一跳 就说了她两句 但小雪的表情看着很奇怪 接着说出来的话更诡异 她埋怨父母 像牲口一样 生这么多孩子 全家人都像垃圾一样 应该被清理掉 小语没想到 妹妹会说这么恶毒的话 一时间惊得愣在了那里 小语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小雪带着诡异的笑转身走了出去 小语从浴室出来 敲开妹妹的卧室 问她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小雪看着也是一头雾水 她说自己刚一直在卧室里看书 疑惑的小语还想接着往下说 小雪却一把将她拉进了房间 接着就把昨天半夜 父亲拉她被子的事说了出来 小语以为妹妹是做了梦 但小雪十分肯定 那不是梦境 两人正说着 父亲推开了门 姐妹俩回头吓了一跳 父亲质问 两人为什么说她坏话 父亲不再说话 从旁边拿起了一个美工刀 姐妹俩看到后 更加惊恐起来 父亲拿着美工刀推出刀片 朝两姐妹走了过来 小雪跑过来 查看被摔晕的姐姐 父亲一言不发地朝她走了过来 惊恐地小雪跑下楼 躲到了厨房的柜子后面 老江不慌不忙地走到杂物间 拿了把锤子接着找小雪 这时候 小语慢慢醒了过来 她艰难地爬起来 开始呼喊小雪 刚没喊两声 就感觉一阵杀气 回头一看 父亲拿着锤子出现在身后 父亲举起锤子 照着小语就砸 小语躲避摔倒在地上 父亲上前准备接着砸的时候 小雪跑出来喊住了父亲 楼下居然又传来父亲的声音 楼上这个父亲听到后 扔下锤子走进了旁边房间 这时楼下的父亲从楼梯走了上来 姐妹俩吓得抱在了一起 父亲不明白 两人为啥这个反应 等他发现地上有个锤子 门上还有被砸的痕迹时 反而以为是两姐妹打架了 小兵也被他们吵醒 迷迷糊糊地从卧室走了出来 这时候地上的锤子被人捡了起来 老江回头看 原来是老婆也上来了 阿莲一声不吭地走到她面前 忘记了人 阿莲拿着锤子 每一下都往头上招呼 老江吓得摔在地上喊她住手 阿莲确实不再砸老江 转头将女儿当成了目标 阿莲没有再接着动手 看着地上狼狈的几个人 非常诡异地笑了一下 然后转身朝旁边走去 地上的碎玻璃刺穿了她的脚 但她毫无反应 好像一点都不疼 阿莲走进小羽的卧室 然后关上了门 这下换成老江震惊了 怎么回事 楼下怎么又上来一个阿莲 那刚才走进旁边房间的是谁 她挣扎着站起来过去查看 房间里空空如也 什么人都没看到 诡异的是接连发生 大家开始明白 房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小羽这时候 想到了她的叔叔阿浩 阿浩是一名出色的神父 平时都是 她给新的神父上课 这天下课后 她接到了小羽的电话 小羽把这两天发生的事 说了一下 但听阿浩的意思 好像不太想来 老江从女儿手里要过电话 又说了几句 阿浩很是为难 就说要考虑下 她并不是不关心哥哥家的安危 而是因为前段时间 一次驱魔的失败 一个女孩被恶灵侵占了身体 就在她驱魔进行到关键步骤时 女孩的母亲冲进来打扰了她 床上的女孩 趁机挣脱了绳索 等阿浩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那女孩坐到了窗台上 快追 后来她才发现 女孩的母亲也有问题 她是故意冲进来 打断了驱魔 那女孩最后挣脱阿浩的手 掉到了下面的铁栅栏上 这件事给阿浩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业务能力 左铃右舍都说是阿浩害死了女孩 就是因为这件事 老江才搬了家 所以小雨搬说出东西的时候 阿连才会那么生气 老江等了一天不见弟弟过来 也是感到有点失望 阿连实在是受不了了 拉着行李要走 孩子们都在劝 就在这时候阿浩出现在了门口 她一来就感觉到了房子里有东西 这东西能伪装成任何人的模样 为了不给恶灵可乘之机 她建议大家 晚上都睡在一个房间 半夜小兵醒了想去厕所 姐姐们都熟睡着觉不醒 小家伙只好爬起来自己去 小兵刚离开 一个相同模样的男孩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餐刀 他慢慢地走到阿浩身边 但这个小兵 只是这样比划了几下 并没有真的下手 随后他就离开了房间 小兵离开后 阿浩睁开了眼 似乎是在假睡 刚发生的事 他全都知道 果然第二天他开始 让大家看录像 昨晚他偷偷地在房间装了监控 这段拍到的诡异录像 他也发了一份给自己的老师 老师看到录像后 决定亲自出马 阿浩就让小羽 去把他留下的那些驱魔的东西拿来 小羽看着有点呆滞不想动 旁边妹妹小雪就自告费勇 说他一会儿去拿 阿浩把哥哥叫出去说悄悄话 他告诉老江屋里的小羽是假的 刚早饭时 他在水里加了圣水 饭桌上只有小羽露出了异样 没有喝那些水 阿浩嘱咐哥哥一定要看好小羽 不要让他出门逃跑 他自己一会儿需要去接老师 傍晚阿浩去接老师 小雪到地下室 来拿叔叔的东西 他在一堆纸箱里翻找的时候 身后锅炉的铁门 忽然自己开了 头顶的灯也开始闪烁 小雪害怕起来 灯闪了几下后就熄灭了 他赶紧拿出手机照明 想看看锅炉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身后却传来姐姐喊他的名字 小雪战战兢兢地转身 只看到一个木马在自己动 看见 因为要赶车回家过年 后面没时间写了 只能简单说下结尾 抱歉 阿浩接到老师 开始往回赶 但路上遭遇了成群的乌鸦 这乌鸦是恶灵的障眼法 只有阿浩自己能看到 阿浩开车受影响出了车祸 一车人都受了重伤 这乌鸦是恶灵的障眼法 他自己艰难地从车里爬了出来 家里老江把小雨绑了起来 告诉妻子 现在小雨就是那个恶灵 不一会儿 浑身是伤得阿浩赶到了家 把出车祸的是说了一遍 老师重伤 现在只能抬来驱魔 床上的小雨哭哭求饶说 自己不是恶魔 但大家都不相信 驱魔的过程中 小雨被打得遍体鳞伤 阿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想阻止 歇斯底里的老江 把他一下摔在墙上 看着眼前支离破碎的一家人 阿浩诡异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阿浩才是恶灵伪装的 救援人员在车里没发现司机 然后在周围搜索 终于在一个土坡后 找到了晕倒的阿浩 在这整个过程中 都没人发现小雪不见了 老二在家里 就是这么没有存在感 就在恶灵把阿浩想对老江下手的时候 真正的阿浩赶了过来 念动咒语 开始驱赶恶灵 恶灵在魔法攻击下 暂时化为黑烟消散 兄弟俩跑到地下室 找到了躲起来的小兵 在小兵的指引下 他们才发现了锅炉里有东西 老江打开锅炉后 看到里面只有一副残缺的骷髅 可怜的小雪就这样领了盒饭 恶灵又伪装成小雨的模样 来到地下室 幸好阿浩一眼就将她识破 接着就是最后的决战 原来这恶灵 就是前面害女孩跳楼的那个 可惜阿浩依然是干不过人家 兄弟俩夹起来都被恶灵吊打 眼看哥哥也要命丧恶灵之手 没办法阿浩使出了最后的绝招 那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当容器 把恶灵吸纳进去禁锢起来 然后再让哥哥把自己杀死 这样就能和恶灵同归于尽 哥哥自然是不忍心下手 就在阿浩要失控的时候 用残留的意识 自己将木棍插进了胸膛 恶灵被成功消灭 阿浩也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他终于完成了使命 再也不必于自责中煎熬下去 剧中 我